对面就是蒲城文庙了 同时也是蒲城博物馆 今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门口有一块漂亮的罩壁 哇塞,好漂亮 琉尼罩壁,叫做六农壁 上面画了六条笼 这是明朝建的 左边写着帝王狮 右边写着文昌祖 这都是对孔子的尊称 这是背面了 背面刻的六只狮子 哇塞,栩栩如生 这是第一座门,宁兴门 进去就是第一院落 整座文庙有前后三个院落组成 文庙又叫孔庙 是祭祀孔子的庙宇 在古代每一座城市都有类似的庙宇 但是被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 这座文庙初创于唐代 现在咱们看到的都是元明清时期的建筑 也有一些是现代重建的 首先第一个院子中间 有一座盘池 是个半月形的池子 盘宫之池是官学的标志 天子半学用的是圆池 所以地方半学只能用半圆形的水池 象征着孔子思想 中庸之道 君子何而不同 盘池上的桥叫做盘桥 学子入学称为入盘 踏上此桥意味着正式开始学习和入室生涯 院子里面两棵古书 左边那个是五百年的槐树 右边这个是一千五百年的侧摆 很高啊 第一院楼的右边是名幻祠 它的主要功能是 纪念本县历代 政绩卓越的官员 这是一座应山顶式建筑 左边一间是香咸祠 功能是纪念本县历代的士绅名流 香咸祠的门口立了三块石碑 这一块是元代所立 西欧文庙 两囊祭 已经看不清了 就是修文庙两边总梁的祭祀碑 第二块 明万历四十五年所立 从修文庙祭 这是第三块 最高的一块 中间还断了 明家境二年的 蒲神县修学祭碑 中间一间是戟门 也称为大臣门 戟是古代的兵器 古代用列戟来表达积位和等级 戟门在唐代是蒲神孔庙的镇殿 明代进行了扩建 成为了戟门 走过戟门 就进入了第二院落 看看锦门上还有红色标语 若隐若现 看不出来是啥字了 这边也有 现在到了第二院落了 前面是大臣殿 这边是西武 这边是东武 西武是古代 祭祀先贤三十九位 西安儒三十六位的地方 现在是博物馆的展厅 崇泉一鼓 浮神县历史文化成练 东汉西汉叫崇泉 后面一开始叫蒲城 唐代到后周北宋叫奉仙 后面又改成了浮城 一直到现在 浮城在西周末期叫甲城 到了春秋时期 是靖县宫的地盘 称为靖城 战国时期 先属魏 后属秦 秦国命名为崇泉 到了西汉王莽时期 改为条泉 东汉又恢复崇泉 北魏时期 应处于白水以南 改名为南白水县 西魏应境内有蒲石村 改名为蒲城 到了唐代 因为唐瑞宗 死后葬于蒲城丰山 改名为奉仙县 奉仙是祭祀祖先的意思 让我想到了三国第一猛将 九居人下的女部 自奉仙 到了北宋 又恢复了蒲城 一直沿用至今 名字就相当有历史感 然后右边是东吴 拟面原来是祭奠 先贤四十位 先儒三十五位的地方 现在是唐代帝王宁的展厅 唐十八宁分不出 铺城这有四个 其中有一座唐惠宁 没能进入十八宁之列 它就是唐让帝 李县 唐十八宁 位于魏南市和咸阳市境内 目前十八宁 均未被发掘 仅有一些陪葬墓 可以下帝公参观 唐十八宁 东西走向 西起咸阳的前县 东至魏南蒲城县 横卧在渭河以北 北山山脉的 各个山峰的南路 这被唐朝视为 农迈所在 在蒲城境内的四座帝王宁 分别有 唐瑞宗李旦的乔宁 唐玄宗李农姬 与元县皇后的太宁 唐县宗李纯 和义安皇后 孝明皇后的景宁 唐木宗李恒 和宫夕皇后 真县皇后的光宁 最后还有个没排上号的 唐让帝李县 和宫皇后的惠宁 李县没当过皇帝 他是李丹的长子 主动让位给弟弟李农姬 死后李农姬 追视李县为让皇帝 这是第二院落的中央 大臣殿 里边供奉的是 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 延回 曾深 子鹿和子贡 看这个屋里面 纯木结构的 哇塞 好漂亮 在孔子雕像的两侧 展出了许多牌匾 这些都是古代建筑上面的匾鹅 现在建筑已经不在 匾鹅被保存下来了 现在来到了第三院落 鹿的两边全部是双马庄 这里来到了 蒲城文庙最精彩的部分 蒲城碑林 左边一间是点库斯 是古代管理文庙的地方 旁边是西石刻市 里边展出了从北魏到民国 各类石刻 不计其数 由于用难杆挡住了 只能远观 但是现场相当的震撼 石刻数量仅次于西安的 碑林博物馆 所以这里被誉为小碑林 右边一间是掌九丝 这是古代存放祭祀用具的地方 旁边就是东石刻市 这里不仅有石刻 还有照相和铁钟 中间的镇殿叫做明伦堂 是古代读书讲学的地方 现在也是一间石刻市 门口还立了一根 唐代真元五年的 尊圣陀罗尼金床 也叫静姆寺金床 这是陕西省最大的一根金床 静姆寺是战国静文公逃难之子 恰逢母亲继日 就在此祭奠母亲 后人赞美他 身处困境还不忘母恩 就为他建起了静姆寺 寺庙民国时期被拆 改为学校 现在叫做静姆寺小学 好了 现在我们到明伦堂里面去看看 哇塞 哇 不愧是小碑林啊 这么多石碑 没点文化素养 看不懂啊 第一块是胜利台碑 为了纪念抗日胜利 在民国35年所克 光线不好 我的小手电又派上用场了 这是一块乾农24年的墓碑 明家境 周易克时 也是周易克时 杰明代 关中王静德 宗孝年节 大唐代国 掌公主碑 明 关中明书 王公 静德之墓 其实我们要是有第四院落的 尊经阁 就在这个位置 这块是尊经阁遗址 就是个图书馆啊 古代藏书的地方 清代叫尊经阁 明代叫静一亭 当时的静一亭 存放家境皇帝的静一针 还有陈仪的四针 我们要在最后面 还有一座宝塔 重寿寺塔 建于北宋少圣三年 密延式方形砖塔 一共有13层 重寿寺已不在 只有塔留存下来 去过好多塔了 都是这么个情况 太可惜了 锁了 不让它进去看 哇 好好看啊 皇帝的灵太多了 最后不知道 从哪个墓门口 搬了两个石像人过来了 麻 这是石麻 好了 就逛到这里了